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六凌晨,世冠杯第二圈繼續進行 到時由艾亞利對陣伊蒂哈德 兩隊班底差距較大 轉一步得到保強的伊蒂哈德身價接近艾亞利的4倍 同時上將與奧克蘭城加手輕鬆取勝 球隊順身倍增,兩隊相比之下 這局理應看好伊蒂哈德再添勝責 艾亞利隸屬埃及聯賽 球隊上欺了43個聯賽冠軍獎盃 是當地名符其實的傳統鴻門 艾亞利亦具備豐富的世冠杯經驗 雖然球隊未曾闖入過決賽舞台 決賽舞台,不過卻曾五次撒入貴軍戰 並奪得了其中三次貴軍 這是艾亞利的優勢所在 不過需要指出,艾亞利更方未如理想 球隊過去三場的項賽事未嘗勝職 其間合共感收獲一球 進攻演出範力導致真正能力添加 同時也體現出他們當下競技狀態不佳 另外,艾亞利指面實力 與今將對手伊蒂哈德相比確實差距較大 而且後者近期狀態上行 艾亞利今次難有贏波機會 眾所周知,伊蒂哈德今季忍進了多名球星 戰鬥力得到大幅提升 法國球星卡連·斌森瑪是球隊的頭號射手 他本賽季十三輪聯賽貢獻了九球和四次助攻 就算初來報道沙地跡 但依舊貧值自身硬實力及越力順出融入其中 並踢出不錯的表演 此外,艾杜拉、薩咸杜拉、白球和兩次助攻 以及哥洛納道五球和五次助攻 都是具備不錯實力的攻擊手 由他們所組成的攻擊群具極具侵略性 就近方然而,伊蒂哈德過去五場各項賽事 錄得四勝一虎,勝率高達八勝 期間阿冠聯分組賽間段至霸 幾隊最終以師組投名輕順晉級16強 上將細冠杯三比零擊敗奧克蘭勝 在取勝的同時,卡連·斌森瑪都迎來了個人的里程碑 他在歷史上首位在四屆細冠杯都有翼波入的球員 盡上所述,近期狀態以及紫面實力都近情一籌的伊蒂哈德 更將理應提高一線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給like 和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仔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